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裡是 門徒公義 我叫劉逸章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眾恩堂 我已經報了名 基督教選委的抽籤 身為網上媒體 門徒的作者 我在首篇的文章 已經說要放棄特權的實籍 不能夠侍奉上帝 又要侍奉馬門 首先行政長官的選舉 是一個小圈子的選舉 而選委會 其實都是一個選舉的機器 教徒以基督為元首 並不是地上的君王為首 如果明年特首選委 只有建制派的人參選 我實在容忍不到 自己投給一個選舉的機器 如果真的投給建制派 我對不起神 對不起人 因為我在不義之中 無法作嚴作光 最後我懇請其他 已經報了名 基督教選委的抽籤的人 響應門徒的呼籲 參加黃絲帶行動 一起告訴非基督徒 很多基督徒不會淪為選舉機器 助奏為虐 多謝 大家好 我是謝詠文 來自宣導會會幕堂 今次我參加基督教選委的抽籤 是為了支持非建制的候選人 因此如果我抽中成為基督教選委 將會提名非建制的候選人 現在投票的時候 我將投下白票 抗議這個小圈子選舉 希望自同道合的你 如果都成為這個基督教選委 都可以考慮這樣做 我是黃美鳳 香港基督徒學會的社會目的幹事 在這裡呼籲 我們為基督教選委 在公佈名單之後 如果是建制派當道的 我們就立即投白票 杯葛選舉 我們是應該要棄席的原因是 我們不應該為特權小圈子選舉作背書 現在我們基督教選委 這一種的參與是支持了特權階級 所以我們應該勇於 和無權無票的人同行 在權力和秩序 應該要為公義而服務的時候 我們基督徒應該是捍衛公義 反對小圈子特權 而我們更加不應該為政府 去做協調的工具 或者是維持這個政治的特權的工具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一定要投白票杯葛 大家好,我是散後基督徒 盼望行動的黎偉賢 如果你們又是這麼幸運 被抽到成為基督教實席選委的其中之一 我希望你們能夠投白票 以示對這個小圈子選舉的不滿 我是雷志恆 是彌地基督徒的社工 在這裡呼籲基督教選委抽籤的參加者 在明年特首選舉的時候 就投白票 我們基督徒應該率先放棄這些特權 去杯葛今次的小圈子選舉 以及我們去杯葛這些小圈子選舉 以及我們率先放棄這個特權 透過投白票 亦都避免有政治分贓的嫌疑 我們基督徒一起努力 去杯葛今次的選舉 去張顯神的公義 我是九龍城浸信會的羅健聰 亦是有份參與基督教界選委抽籤的一份子 一直以來 中央政府都不讓香港人擁有真正的民主 普選行政象官 繼續以1200人的選委會去選特首 我們更加不應該去參與這場不公平 不公義的小圈子選舉 如果我中籤的話 我是不會參與這次的投票 棄直抗議 我亦都呼籲每一位 如果你們是有機會中籤成為基督教界選委的話 請你們都棄直去反對這場小圈子選舉 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今天是《門徒公義》第五十二集 繼續有我哈維 有Eric 還有Burness 大家好 跟大家開咪 今晚都很震容鼎盛 還有新的節目支援 John在錄音室裡面 今天真的很開心 因為錄音的今天 我相信全香港很多人都開心的起順 公佈了 是不是梁振英不宣佈連任 宣佈不連任 沒錯 我們暫時先聽著 先聽著 我們保持樂觀 但也要留心 審神樂觀 審神樂觀 審神 第一節首先我會回應梁永善牧師 他回應我們門徒媒體的一篇報道 他回應我又回應他 其實就是 故事就是在上一個星期日 應該這樣說 剛剛節目出現的昨天 就是舉行了特首選委的選舉 已經舉行了 而在上一個星期日的時候 我們刊登了一篇報道 揭發原來包括梁永善牧仙在內 還有李炳江和吳崇智牧師 他們都是支持一個特首教育界的選委 一個4C的團隊 而這個4C的團隊 就是以這個教聯 教聯的蔡若蓮 朱國強為首 四個人 包括曹熙全的校長 這四個都是基督徒的校長 而梁永善牧師 他支持了曹熙全校長和團隊 又報道這件事 去質疑為什麼 一個經常說自己不支持政府 不支持建制的牧師 竟然現在支持了這個團隊 梁牧師在他聲音的專欄 永善亂談 時隔兩天去回應我們 或者我們首先聽聽他這個節目的節錄先 好 究竟我自己個人為什麼會去支持這一班人呢 我要他先解釋 不是有人欺騙我 我其實只是認識曹校長 曹校長大大給我 問我可不可以支持他出來來去競選 他給我知道 他沒有任何特別的政治聯繫 很想有另外一些聲音 而我認識曹校長的 知道他在真道書院裏面 我都看到這間學校 扮得非常好 他很用心地去教育這一班的人 我是欣賞他的 所以我是答應了 我沒有去問 究竟另外那三個人是哪三個呢 他只是告訴我 有三個都是基督徒校長來的 所以我是信任這一位的徒校長 而我沒有去問他 而且我表明我的立場 喂 我一向那些言論都跟政府好時是相違背的 我跟徒校長反而叫他想想 你用了我的名字會不會累了你呀 因為很可能有些人因為這樣緣故而不歡喜你的 不是呀 牧師 我都很想你支持 所以我就背輸了 我就是一個很樂意去幫人的人 所以呢 我仍然說我是支持曹校長的 但是我沒有去問了解了其他的人 如果我了解了其他的人的時候 可能我有不同的考慮 那現在我可以做的是什麼呢 我只會更加呼籲弟兄姊妹 還有我自己很迫切地去祈禱 因為我仍然相信神是掌管一切的 我期望呢 在這個禮拜那個的選舉 能夠選出一些的人出來 那而我很清晰 我自己的立場是什麼呢 我是會 如果政府有不公平的措施 我是會來帶去反對的 在這個錄音的節錄裏面 其實很簡單講一講 梁牧師他主要是說 當初他認識曹校長 在他眼中 曹校長是一個很熱心的基督徒 很熱心搞教育 他就強調自己一個 所謂獨立 沒有什麼政治背景 沒有什麼獨立 所以就支持了他 但是支持的時候他就沒有問清楚 你團隊還有三個人 是哪三個人 他就沒有問到 他就支持了對方 所以當他被揭發的時候 他就做了很多解釋 我作為門徒媒體的主編 我就公開回應梁牧師的回應 其實梁牧師在節目裡面 已經講清楚 我現在知道了其他人 曹校長團隊 其他三個人的背景 他知道的 而他又不斷反覆強調自己一個 不支持建制的 甚至反政府的 更加不想梁振英連任的人 當然你知道了 你知道了 那你是不是應該在節目裡面 公開說 現在我收回對於曹校長 甚至對於整個所謂的 所謂的教聯團隊的支持 而我也改為 應該是呼籲一些信徒 就是教育界的選委 一些選民 應該去支持一些 ABC的其他的候選人 應該是這樣的 但是在十六十七分鐘的節目裡面 他完全沒有抗這個 沒有做到這個決定 沒有啊 還有一些在攻擊我們 他的攻擊很輕微 可能他自己也知道 因為始終他做了這件事 是咬不到的 所以其實他也是很輕微 很溫和的 所以我們心平氣和 我們不需要發聲 就是把道理講清楚 其實我覺得已經足夠了 你看一下 他的節目在《時代論壇》 推出了之後 清一色的留言 全部罵他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位置 我們不需要罵人 我們心平氣和 已經可以了 其實這就是 我給梁牧師的回應 其實本來這節就可以在結束 但是因為這個節目的緣故 我們就要 沒有理由要在這裡結束 或者逐個項目去弄一次 在這個節目裡面 梁牧師也經常強調 他自己是批評政府 當初曹校長找他 批評的時候 他曾經提醒曹校長 就說 校長 我經常罵政府的 節目裡面是公開的 我現在支持你 怕不怕會影響你 和你團隊的選情 雖然我不知道 你團隊的三個人 我亦都不問 你們都不跟我說 他只是給了 任重道遠 四個字 曹校長 他就覺得 他有什麼問題 我經常批評政府 但我想說 如果今次支持科斯團隊 例如康寶羅 管浩明 甚至林爾諾 這些人 其實可能傷害沒有那麼大 知道是建制的 一看就知道 這幾個人是著名的建制教育 他支持的是什麼 但是梁永善不是 人們看到梁永善 這三個字 這個什麼頭 加上他自己在節目發佈強調 我是反政府的 我不親建制的 甚至我反對梁振英去連任 那些信徒看到你這三個字 就會想起 就會覺得 你支持的人 全部可信 一定不會投票給梁振英 幸好現在梁振英 他宣佈不割續 如果不是 真的剛剛過了一個星期天 即是突然間送幾個人去入局 而這些人建制的 聽爺爺是怎樣的 如果爺爺突然說 不是啦 都是改變主義 大家要支持梁振英 六八九連任 這樣可能票會去梁振英那裡 是啊 很大一件事 到時你做的事 就真的想去遺害不知多少年 是啊 對不對 所以其實重點就是梁振英這三個字 不是任重道遠這四個字 是啊 真的 還有我想說 大家也知道我怎樣收到這宗消息 你怎樣收到的 因為我們平時 這幾個星期 我們都是追蹤特首的選委選舉 我們沒有留意到其他的界別 我是在一間 我們在新聞服務那裡 看到這個信息 是的 而這個新聞服務也 其實是我一些信徒朋友 不是講政治 不是講政治 castle 突然有一天 突然淡了出來 有這些單張廣告 我又看到梁永善 美秉剛 這些不真摯的字架 吸引到我的眼球 我看他支持這些人是甚麼人 就找找找才知道有這樣的東西 我想說一些信徒他真的不知道 以為看到這幾個名字 尤其是梁永善 覺得他平時的人都應該是支持民主 他支持的那些候選人都應該是民主派的 應該是ABC的 真的 他這樣會害死人的 我想說真的 可能平時的信徒沒有那麼多時間去找找這幾個人的往績究竟是怎樣 我們有沒有找過那些往績是怎樣的 有啊 蔡若蓮曾經挑戰過今屆立法會選舉 挑戰教育界的葉建源 他就報稱是獨立的名義出選的 但就發覺原來他是經過中聯辦的加持 也都是 黃坤堯都說獨立 也都是不單止中聯辦的加持 也都是在一個親建制的媒體橙深有專欄的 甚至乎在其他爭議性的政治議題 其實他的立場都是不敢說平反六四那些不敢說的 在節目裏面有第二個項目 梁詠氏他這樣說的 他就很嘆氣就說 做教務真的很難而已 我們平時都好像我這樣 經常批評政府 我做了十幾樣的好 只不過有一件事做得沒有那麼好 就被人否定了我的過去 還說我們用這個極醜惡三個字形容他 真的不值得了 不值得我講的 但他的意思是想說這件事 我給他的回應我其實很簡單 其實你平時說 其實我都沒有 認真說 我沒有聽過你所有永善聯談的節目 我自己的節目我沒有進去收聽 我承認你應該是會有在節目裏面曾經去批評政府 一些私善上的錯誤等等 但是你要知道就算民建聯 工聯會 在立法會裏面 他都會同樣作出這些批評 是的 身體最誠實 行動最重要 就是你最後的行動最重要 說我沒用的 天下無敵的 說 你想想 真真正正在剛剛結出的特首選委內 其實他沒有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既然他說自己不是建制派 他希望梁振英不能夠繼續連任下去的時候 其實他本來有一個很好的行動可以做的 就是利用他自己的知名度 影響力 去endorse 教育界的 或者不同界別的選民 去支持一些ABC的候選人 尤其是我們知道 今屆的ABC喊得很厲害 梁振英搞到現在 未舉人選委選舉之前 於是就說 我不玩了 都知道已經大勢已去 其實梁牧師可以用他的影響力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你立即宣佈說 現在我不支持這些建制派的團隊 我改為 例如支持教育界是哪個團隊 教協 教協的團隊 因為他們一定說明不會投票給梁振英 那你就可以有一個機會 可以我們叫做創導歷史 推導梁振英下台 就是這樣 但你最重要的事情沒有做 平時說這麼多 你每個星期開咪都沒用 開咪我們每個星期都開咪 現在開咪有多難 不難 我也不知道有多難 但是當你真的可以做一個關鍵的決定 可以發揮這個影響力 可以甚至改寫這個歷史的時候 你沒這麼做 你繼續保持對於科師團隊的支持 你說這麼多事情是沒用的 除了用極醜惡三個字之外 我真的找不到其他字眼 坦白說 最少再懶點在聲音專欄中錄一集 不是啊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 我不用極醜惡三個字形容 他可以用什麼字眼 我也想不到 極低能 極大猛 極白痴 極白痴 所以我覺得用極醜惡已經是最下氣 已經是最貼刺 我最後想回一點 其實很多的讀者或聽眾 都有留言會說 喂 是不是這麼大門啊 牧師 你有沒有搞錯 你多支持一個人的時候 你沒有問清楚 他的團隊就是其他人 是不是啊 說真的 我相信梁牧師 真的是這麼大門 這個誠心完全沒有說反話 如果大家記得 上網查查 其實在2009年 他發生了一宗事件 話說當時 這宗事件很厲害 話說當時他跟他太太 女兒去萬寧買東西 買東西的時候 他突然想買病人套 但不知為何 他付錢的時候 突然有電話響 電話響是怎樣 他就出去聽 誰知聽完之後 他就忘記了 咦 那個病人套沒有 沒有付錢 沒有付錢的 就這樣走了 然後過了幾個月之後 有警察 因為看回那個閉路電視 找到他 咦 是啊 你怎麼會這樣呢 就是找他 於是警方問他 你是不是拿了病人套 沒有付錢 他就說是 他很誠實 他回答是 真的是這件事 所以你看看這個人的過去 我很相信他真是這麼大猛的 正如他在節目 在他的節目裡面 他也說了 他也說了剛剛發生的一件事 就是他在教會 有個會友的男朋友 突然間有些問題 就是聲稱有問題 經濟有問題 就問他借錢 借多少 10元 不是借10萬元 借了10萬元 然後到期又不還 又說欺騙他 說還了 搞到現在就交給律師 處理 我真的相信梁牧師是一個這麼大猛的人 可能當初曹校長找他的時候 他真的沒有問清楚 究竟他的團隊還有三個人 是三個人 政治的背景立場是怎樣 我是信他真的是大猛的 但無論是大猛 或者有些網友不相信他大猛也好 我也是說一句 你既然知道自己犯了錯 那你要補救才行 你不是說完一大堆事情 你不做任何事情 那要做什麼呢 舉個例子 現在早上可能我匆匆忙忙地 梁牧師匆忙忙地出門口 忘了拉一條褲鏈就出門口 然後去到電梯那裡 突然一打開電梯 看到有個妙齡的侍女 妙齡的侍女 一看牧師下面 然後就說 啊 色狼啊 然後梁牧師 又看著自己在下面 然後他就跟小姐解釋說 小姐 我不是色狼 我本身是一個牧師 你看看 我有卡片的 卡片上說明我是一個牧師 還有我是一個很著名的牧師 我做過不少電視電台的節目 因為昨晚我為了一位姐妹弟兄祈禱到好東西 所以睡得不夠 今早就趕著出門 要去一個聚會 主領聚會 所以一時之間就忘記了 你要送我 我是一個證人君子 就算我忘記拉褲鏈 也只不過是無身之塞 好 趕完之後你就走了 我想說你先拉褲鏈 先拉褲鏈 我不是不送你的解釋 但你再拉褲鏈 再說吧 你不是就這樣想走出去繼續 你錯了你就要補救 其實我們想你做的就是這件事 這件事 就是我給梁牧師這一節 主要回覆他在節目中的一些回應 就是這樣 最後其實梁牧師的節目裡面還有一點 他就是在我們的報道裡面 他就形容說這一批候選人有很濃厚的親共基督教的色彩 他就說我們的記者寫到曹校長的時候 就沒有寫清楚 其實是誰寫的那篇報道 我忘記了 我寫的 你寫的嗎 當然我寫 是啊 牧師說你寫到曹校長那裡 沒有寫清楚 那究竟曹校長是怎樣有濃厚的親共基督教色彩 有 因為當時 他就曾經拍過一段片 就支持容海恩參選立法會的新界東直選 那為什麼不寫下去呢 牧師現在說你沒有寫到 指數有限 指數怎麼會有限 我們是網媒來的 唉 不如給一些證據 我們播段短片給大家看看 第一節就在這裡結束 大家不要就這樣閉嘴 看完這段短片 就可以證明到 究竟曹校長 他原來在過去的立法會選舉當中 是支持新聞黨的容海恩 大懵的容海恩 各位街坊 你好 我是曹熙全校長 我欣賞容海恩支持傳統的中國人家庭觀念 因為家庭是社會的基石 我也欣賞他支持婚姻應該是一夫一妻 一生一世的立場 在接下來的9月立法會選舉 希望你會投容海恩大律師一票 拜拜 訂閱 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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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 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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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擊